北明有声 也不认为凶手可以让所有重疹精神病患者不发出声音 除非凶手就是医生 他今夜给所有病人喂食了大量的安眠类药剂 侧头看了高医生一眼 诚哥觉得高医生越来越陌生了 想让我发狂的人是他 两次要喂食我那种药剂的人还是他 可就是这样一位医生 我为何会感到无比的熟悉 难道我记忆中的高医生和眼前的高医生不是同一个人吗 为了不触动过去的记忆 乘客小心翼翼地整理着脑海中的线索 治疗室内一共有七个座椅 这个数字应该不是随便设置的 几位病人和医生带着张静就来到了一楼 护士站值班室里一个人都没有 整栋楼都黑漆漆的 仿佛这栋医院已经废弃了很久一样 怎么回事 如果只是停电的话 那么多病人应该都还在病房里啊 二号病人有些着急 他担心张静久的伤势 又觉得今晚的医院处处透着诡异 我进入治疗室的时候 一切都还很正常 孙医生走在最前面领路 他脚步很快 就好像正被什么东西追赶 一共就几分钟时间 绝对不可能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二号病人还是偏理性的 虽然医院给他的诊断结果是妄想症 对啊 这也太奇怪了 五号病人的心里也非常害怕 不过他还是站在了四号病人旁边 若是真的出了危险 他会第一时间带着四号病人逃走 几位病人说个不停 或许是被他们问得烦了 走在最前面的孙医生 突然停下了脚步 他回头看了一眼高医生 确定高医生现在如同死人一般 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之后 他的目光移到了陈哥身上 其实这医院里有一个怪谈 传说在午夜零点以后 推开某一扇病房的门 就能够看到这个医院的另一面 孙医生在说这段话的时候 眼睛一直盯着陈哥 好像这段话 其实是专门说给陈哥听的 推开门 看到医院的另一面 什么意思 孙医生 你真是这医院的医生吗 病人们七嘴八舌 孙医生却没有再说话 似乎刚才说的那句话 冒了极大的风险 对于病人来说 孙医生他们是第一次见面 唯一知道孙医生真实身份的高医生 现在状态很奇怪 一言不发身体冰冷 确切地形容一下就是 高医生现在正慢慢变得和死人一样 病人们的问题有很多 但是都得不到回答 医院里门窗紧闭 他们现在也无处可逃 只能跟着医生往前走 推开第三病区安全通道的门 陈哥眼前出现了两条幽暗的长廊 这地方他之前和左寒一起来过 那一次他扮演的是自己的第二人格 快点 别在通道里行又太久 孙医生选择了 陈哥上次没有去的那条长廊走了进去 他嘴里不断催促着 走在队伍末里陈哥也开始加速 当他们走出安全通道的时候 他们身后通道另一段的门 砰的一声自己关上了 有人跟在后面 陈哥现在有些不明白了 疑问太多了 先是受到了重伤的张敬九 接着在他们走后 陈哥发现治疗室里面还坐着七个人 现在身后的房门自己关上 说明又有人跟在他们的身后 没有完全恢复的陈哥 感觉自己的脑袋又开始疼了 这里是第四病区 各种重症 绝症病人都会被送到这里 孙医生扫了一眼陈哥 不经意地又补充了一句 曾有很多人在这里死去 没人知道孙医生后面的那句话 是什么意思 他也不准备解释 只是加快了脚步 整座医院的电力系统 似乎已经瘫痪 他们只能借助窗外闪电 带来的短暂光亮前行 第四病区和第三病区的内部构造 完全不同 供病人居住的病房很少 底层全都是各种科室 这个病区的值班室里也没有人 二号病人有些着急 我们必须马上给病人止血 不然他会有生命危险 为什么第四病区的值班室墙上 所有照片都是男性 封医生看着墙壁上的一张张力 吓死地后退了一步 都是男性 很奇怪吗 五号病人小声问道 我以前是外科医生 有段时间我们医院 好多患者自杀 人心惶惶 为了照顾女医生 我们排一班的时候 就暂时只排男医生 走出病室后 方医生一直没有冷静下来 他经常会莫名其妙地 吵着身后看 似乎是担心周围有人 想杀害他 你以前是外科医生 二号病人愣了一下 身后立刻扭头冲着孙医生说道 我们这里就有外科医生 值班室里有没有人 对我们的影响不大 现在只要有工具 就能救这个病人一命 我是耳鼻喉咳 没关系 我是法医 也略懂一些外科知识 能辅助你 二号病人性格果断 他虽然和一号病人年纪相差不大 但明显更擅长处理各种突发事件 孙医生看着几位病人 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跟我来 走过昏暗的医院长廊 孙医生停在了某个科室外面 他没有直接进去 而是做了一个非常诡异的举动 举起手臂 孙医生轻轻地敲击房门 不多不少 他正好敲了六下 在孙医生敲门的时候 陈哥感觉周围的温度降低了很多 似乎世界撕开了尾中 又露出自己原本的模样一样 不过很快 机械表发出的滴答声 就又钻入了他的耳中 周围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敲完房门之后 孙医生就站在了门口 他不说话 也不推门 门锁伤了 二号病人有些着急 直接过去用力推动房门 将科室门给推开了 快把他抬进来 二号病人没有发现孙医生的异常 但是诚哥却流了一个心眼 几位病人将张敬九抬到屋内 在他们准备把张敬九 放到急救室的病床上时 他们这才看到那病床上 有一片人形阴影 浅浅的黑红色 不知道是血 还是其他什么东西 正好涂抹出了一个人的轮廓 感觉就像是有一个浑身流血的人 曾在这张床上躺过 诚哥双瞳盯着床单 他还没来得及仔细观察 一号病人和二号病人 已经将张敬九放到了病床上 他们翻箱倒轨 寻找各种医疗工具 折腾了半天 总算是帮张敬九止住了血 手法这么专业 怎么看他们 都不像是精神病人 诚哥在旁边默默观察 他发现自己身边 古怪的地方越来越多 尤其是在孙医生出现之后 这种感觉变得更加强烈 像死人一样的高医生 抓住了我的手 不让我远离他 行为异常的孙医生 又不断给我暗示 似乎是想要告诉我什么 两位医生 好像因为我发生了争执 奇怪了 我怎么感觉这个世界 就仿佛是专门 为了针对我制造的 两位曾经是医院的病人 在努力给张敬九治疗 真正的医生 却站在门口观望 这一幕 让诚哥产生了一种 荒诞的感觉 在午夜的医院里 究竟谁是病人 谁才是医生 手臂渐渐被抓紧 诚哥皱眉看了一眼 他发现高医生的指甲 几乎挖进了他的肉里 高医生 诚哥晃动手臂 但是高医生却没有反应 只是抓着诚哥 仿佛是无论如何 都不会放诚哥逃走 他为什么这么做 诚哥身边这个 宛如死人一般的高医生 好像感知到了什么 他冰冷的脸上 五官逐渐扭曲 在张敬九伤势 稍微稳定些的时候 急诊时外面又响起了 拖拽众物的声音 还有其他受害者 诚哥朝着门外看去 契合的走廊上 好像有一个人 在跟他怼视 那是谁 医院想把我逼忘 他们原本的计划 是让我杀害 跟自己有关的人 比如左寒 张敬九 今天和我一起治疗的病人 应该也都是 和我有关的人 不过有个细脚不能忽视 七把椅子 病人却只有五个 高医生说 另外两个病人失踪了 如果另外两个病人 也是我的书人 那他们很可能不是失踪 而是已经遇害 其中一位遇害者 是张敬九 另一位 有很大的概率 就是左寒 感谢您的病人 感谢您的病人 感谢您的病人